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0日 今天繼續和大家關注一下共同富裕的題目 其實我已經討論過好幾次關於共同富裕 我將它的定性 我認為性質 就像晚清光水連監 慈禧太后執政的年代 當時中國興起很多新辦企業 這些洋務運動的企業 有很多都是賺錢的 而且是帶領中國走向工業化的進程 但是由於朝廷正在吃 加上人治社會 比如說在慈禧太后大壽 又說是北洋艦隊需要擴建 經常向這些企業打主意 迫捐 所以當時有一個名詞叫做報效朝廷 簡單來說你懂得做 你懂得做我給你一些好處 比如說我的碩士論文題目 是研究上海機器職部局 他是賺錢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賺錢? 因為他有十年的專利權 而為什麼會有十年的專利權? 因為背後有報效朝廷 而且由朝廷大官李鴻章 去控制這家公司 所以朝中有人很辦事 加上逼捐 而他又懂得做報效朝廷 所以他獲得十年的專利 但是當然 逼得一次就有第二次 長期報效朝廷 加上各種原因 這家企業最終是破產收場 現在中國也是難得經濟上已經有些成績 GDP到了世界第二 出現了很多新興的中產階級 很多富人出現了 現在又有共同富裕 短短一個月中 騰訊和阿里巴巴兩大的科網巨頭 分別各捐了一千億出來 參加了共同富裕 我之前也提及了 將錢捐到慈善機構 如果你用減稅 或者用一些利誘的方法去引導是可以的 但是用捐的方法 你不捐我就打擊你的行業 提出很多新的監管規則 這樣 是殺雞取倫的 而且捐錢 在正常的國家捐錢到一些公民社會 去一些NGO 這些是有規可循的 民間是可以監督到的 當然 譬如說樂師會、宣明會 這些不時都爆出一些醜聞 但是至少我們大部分人都能夠公開一盤數去看 但是中國沒有一個公民社會 它的NGO也是不透明的 而它的NGO後面也是由黨委書記控制 所以那些錢捐到慈善機構 到底多少落到貧窮人士 或者是震災的災民手上 過去已經有很多例子 看到那些是被侵吞的 而最後是無法追究的 所以這個共同富裕 我說是無可能實現到的 只會導致殺雞取倫 導致中國的經濟雪上加霜 這不僅是我的看法 還是一個著名的經濟學者 現在中國兩大經濟學者 一個是林毅夫 一個是張維瑩 是代表兩派的 他們2018年的時期有爭論 當時我在北大聽過他們的討論 因為當時我在北大參加他們的研討會 我是其中一個分組的演講嘉賓 有機會聽到他們兩個人同台在談這個問題 當時林毅夫 林毅夫曾經是世銀的首席經濟專家 他提出說中國現在要走習近平的路線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要 就是用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是什麼? 就是產業政策 這就是林毅夫所提出的理論 林毅夫是一個凱因斯主義學派的人 產業政策就是由國家力量去推動扶持 譬如說支付寶 流動、移動的支付 那時候2018年中國認為引以為傲 但是現在西方我們移動支付已經是遠超中國大陸的移動支付系統 那麼 當時引以為傲的產業推動政策 5G 中國的5G華為當時認為是舉世無雙的 他說提出這個叫做中國模式 就是結合了凱因斯主義 加上大數據 人工智能 以前凱因斯政策做不到的 現在很多都可以計算得很清楚 再加上 凱因斯主義很多都是西方民主國家 日本這些國家 美國這些國家是推動的 他們要諮詢 他們要聽民意 但是我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不需要諮詢不需要聽民意 黨的決定 一聲零下就可以落實到位 林毅夫提出了這個叫做產業政策理論 認為中國的今天發達是產業政策 張惠營提出不是 中國今天的發達是四個字 改革開放 走市場化路線 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假裝是社會主義 實際上是搞資本主義 但是 張惠營這些被壓下來了 最近張惠營出席了一個講座 在這個講座中發表了一篇過萬字的文章 這篇文章就是批評習近平的共同富裕 當然一批評這篇文章下架了 以及中宣部也說 刪除了500多個網上大V 說他們唱衰中國的經濟 在中國經濟只能夠唱好不能夠唱空 這就厲害了 因為市場經濟 利好利膽 是市場的行為 你不能夠利膽的時候 一定要別人唱利好 所以 不過中國就不是贏了 在限市場經濟這一套 過去40年改革開放 壽終正寢 現在這篇文章 我覺得很值得和大家導讀一下 深入地導讀一下 我花4天時間詳細去看這篇文章 以及消化它裡面說的內容 首先 看看背景資料 這是彭博的 彭博的統計 今年中國企業和富豪捐款已經超過370億美元 相等於 真的不是開玩笑 相等於什麼? 三百多億 就是 二千多億港元 這個很厲害了 CNA報導 高盛的計算 這一波整頓 逼捐 共同富裕 打擊科網巨頭 管企業的行為 螞蟻金鳳 騰訊 新東方補習行業等等 使得市場蒸發了3.1兆美元 所以你說不是開玩笑 幾十萬億人民幣 三點二十幾萬億人民幣 所以習近平的意志大家看到是挺堅決的 所以他說怎麼會有些人幻想他會因為香港而讓步 習近平的思想寧為玉碎 不作雅醇 如果動搖他們的國本 他寧願毀了國家毀了城市也不會益利 所以短短一年裡面讓整個股票市場 沒有了3.1兆 不僅是中國的股票市場 那些企業在美國上市 新加坡上市 在香港上市 倫敦上市 沒有了3.1兆美元 佔了中國GDP的兩成 中國GDP兩成 打了一折 打了八折給你看 那麼 國際投資者也選手爛腳 那些企業很多都由國際投資者 由Big Four 就是摩根大通 細摩大摩 高盛 他們控制 瑞銀 德銀 德意志 那些控制 張維瑩這篇文章 《經濟五十人論壇》上發表這篇叫做《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 這篇是正面駁斥 現在的想法 因為對於小粉紅來說很簡單 總之國家做的事情他支持 打富人好 分土地好 打富豪好 幾十年前和幾十年後 那些人的思想都沒有進步過 張維瑩就說了 因為他原文我引起簡體字 他說要說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 從回顧歷史 這麼說經濟史 首先我要解釋一下張維瑩的學術背景 他是牛津大學的博士 然後牛津大學博士 他一直覺得自己的經濟思想是加州學派 是美國的加州學派 或者芝加哥學派 他曾經覺得自己是芝加哥學派 不是加州學派 芝加哥學派 去芝加哥學派開會的時候 人們就說 你也不像芝加哥學派 你海耶克主義 奧地利學派 後來才發現自己原來的思想是奧地利學派的人 所以他和林毅夫是兩個極端 林毅夫是凱因斯再結合了習近平的思想 而張維瑩就代表海耶克的思想 所以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路徑 而海恩斯是說產業政策 說政府的干預 海耶克主張市場的放任 是說無形的手 Adam Swift是說這些 我自己的思想是傾向海耶克多很多 張維瑩 他繼續說 根據美國帕克萊大學 經濟史研究的學者說人類歷史上 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至250萬年間 又是人類歷史以來 人類花了99.4%的時間 到了15,000年前 世界人均GDP達到90國際元 用他們的計算計算出來 然後又花了0.59%的時間 到了公元1750年相當於中國清代年間 清乾隆年間 世界人均GDP才翻了一倍 這麼長時間 GDP才翻了一倍 達到180國際元 到1750年 到了現在 就是1750年工業革命的時代 細放資本主義興起的年代 更加0.01% 人類的GDP翻了37倍 達到6600國際元 換句話說 人類97%的財富在過去250年創造出來 就是說資本主義興起 工業革命的興起 讓人類的生活出現了質的變化 不僅是量的變化 以前是量的變化 中國幾千年的經濟史都是量的變化 唐肖的人和宋代的人生活其實分別不是很大 沒有一個根本性本質上的巨大分別 宋代的人和明代的人分別不是很大 明代和清代的人分別不是很大 他們國家會強大了 因為人口多了 第一 是量的變化 而沒有一個質的變化 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興起 讓人類出現了質的變化 所以 否定資本主義 簡單來說 否定了我們今天所謂的生活 本質 我們今天所獲得的東西 我們享受的東西 不要理會它好還是壞 都是歸根結底 來自資本主義興起 張惠盈 他再解釋 改革開放 就是走向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前 中國還是買大白菜的年代 還用量票 沒有市場 那時候人民生活有多痛苦 現在的小粉紅們能夠過得這麼好的生活 不是因為黨的領導 而是因為黨是放棄他們的領導 因為他們放棄領導 朱鎔基改革 鄧小平改革 認為黨不應該事事都管 交給市場去管 讓市場的活力激化了出來 但現在不是 現在有些人說要走回頭路 要去管 每件事都要管 結果就讓社會出現了一個質的變化 由改革開放到資本主義化 變成現在要勿忘初心 無忘使命 又出現了另一次質的變化 這次就要打擊企業家 打擊企業家很大塊人心 因為貧富懸殊 誰喜歡? 沒有人喜歡 不患寡而患不君 孔子二千多年前也告訴你 所以企業家 很多人都希望打擊他 但是他們忽略了企業家有滴漏效應 如果沒有企業家去創造財富 你也不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獲得好處 左派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們經常強調剝削 而忽略了 你是被剝削的過程中 你也是創造了質的改變 你被剝削的過程 比如說是一個農民 他以前是一個農民 農奴 但是 他入了工廠打工之後 很辛苦 比以前辛苦了 百倍十倍 但是他的生活有質的改變 可以供到子女去城市上上學 可以跟老婆開戀農 可以在城市上乘到巴士 他出現了質的變化 他生活好還是不好 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可以有權回到鄉下田野 但是 左派一直強調剝削 而忽略了剝削的過程中 剝削的過程中 剝削的過程中 他生活得到改善 有一個巨大的質變 好了 張維瑩說 企業家的能力 本質上是為他人 承擔責任的能力 平均而利用的大小 取決於他的能力高低 但是由於市場充滿不確定性 所以打擊企業家 說企業家賺大錢 已經發大財不公平 他們沒有忽略過大部分企業家 都是破產收場的 現在成功的只是極少數的人 憑著他們的能力發大財 當然在中國比較特殊 主要除了憑能力之外 還憑關係 憑他們的保護傘 所以 給企業家風光是有道理的 因為第一他有他的能力 第二他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而不應該視企業家為仇人 好了 張惠盈繼續說 他說市場經濟最大的得益者就是普通人 就是你和我 不是企業家 企業家發大財 你現在成賺了幾千億 他花的錢是幾千億而已 但是他付出的東西是比我們多無數倍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滴流效應 導致我們生活因為有無數的企業家而改善了 這就是企業家學派所說的 就是另一個企業家學派洪彼得 所說的 好了 他說簡單舉例子 愛迪生發明了燈膽 給每個人帶來便利 燈膽對富人來說 比窮人的需要少很多 因為富人本身有錢可以點無數蠟燭 是不是? 但是窮人本身買不起蠟燭 又燈膽對富人的生活質的變 沒有對窮人生活質的變這麼巨大 富人只不過是為了普通人支付生產品研發費而已 所以他說市場經濟最大的得益者就是普通老百姓 不是特權階級 不要以為表面上風光 實際上他付出了風險 市場經濟使人與人變得更平等 他就說市場經濟是解決貧窮唯一有效途徑 以中國為例 中國以前很貧窮 所謂一窮二百 中國全部人口貧窮人口比例 1981年是52.8% 到2001年變了7.8% 所以現在中國沒有一個絕對貧窮人口 其實基本上沒有了 以習近平所說 全面小康 就是得益於資本主義化 是不是? 而不是得益於國家黨的領導 所以 這是張惠營和我的基本邏輯 當然我受到張惠營影響了長期拜讀他的文章 獲益良多 張惠營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 人均GDP十年翻了一番 每個人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 很遼不棄 中國能夠做到這一點 是與產權的改革有很大關係 這就是30多年前張五常一直所主張的事情 產權結構 張五常是1981年寫的那本書 就是《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母》那本書 他裡面提到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 就是因為胡耀邦、趙紫陽 制定了包產渡戶 包產渡戶其實最後會勞敬依賴 雖然張五常本書沒有提到勞敬依賴 因為勞敬依賴是張五常的同事 在華盛頓西亞圖大學中的系主任 杜格拉斯、諾斯 利用了張五常的理論 最後完整了整套路徑依賴理論 後來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張五常背後也有這種邏輯思維在裡面 他早就已經提到 只要包產渡戶一發展了 農民的私有化 有土地的私有 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的 但實際上使用權是人民的 比起以前大獲犯人民公勢的年代 走上一個私有財產的道路 我們可以買自己的車 可以做個體護 就是因為有產權制度 雖然中國產權制度有完善 但是最初農民整包土地限期一年 讓他們有積極性 因為有產權我們才有積極性 我們努力的付出 以及我們的回報是有正比 人們才會去奮鬥 加上企業家他們有精神 企業家精神 他們可以冒險 冒險就會創新 所以 導致中國改革開放 是一個驚天地的變化 但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完全是勿忘初心 走回頭路走舊路 要搞革命 搞火紅的年代 他說中國未來的發展取決於我們的信念 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 他叫我們應該要相信改革開放 不要相信勿忘初心 如果我們堅定對市場經濟的信心 不斷推進市場化的改革 中國就會走向共同富裕 繼續 我一直都覺得中國地大脈搏 中國人勤力 我在西方以前讀書 在西方教書 現在在西方生活 我就很了解 他們真的躺平 這裡工作的效率和亞洲人工作的效率完全不同 而亞洲人中東亞 韓國、日本、台灣、新加坡、中國、大陸 是勤力不得了的 比東南亞那些勤力很多 加上中國資源豐富 人才豐富 中國如果堅持搞改革開放 搞社會私有產權的改革 中國沒理由會輸給美國 中國早在1960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一 我以前寫的一篇論文是研究黃金十年 1930年代的國民黨 他的GDP以雙位數增長 我當時的推算 如果撇除了國共內戰和日軍侵華 中國在1960年已經世界第一了 1950年已經是世界第二了 GDP 1960年有機會追到美國 當然我們人口比例多了 如果說人均 可能也要去到1990年至2000年才有機會超越美國 但是現在要超越美國 在人均上 再搞幾十年也不行 整體來說 超越美國 是不是十年內會做到呢? 有可能 但是人均要超越美國 搞了三四十年 五六十年 一百幾十年 是不是做到呢? 這也是相當懷疑的 好了 關鍵他就說 相反 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 引入了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 中國只會走向共同貧窮 所以 共同富裕 最後變成君富 歷史告訴我們 最終都會變成君貧 共同富裕 最後變成全家富貴 這就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但是每一次這樣搞都總是有人支持的 為什麼? 我在二十多年前另外寫過一篇論文 就叫做《天朝填某制度》 現在找不到一篇論文 在中文大學發表 那時候還是讀書期間 其實就是在搞君富 太平天國搞天朝填某 就是搞君富 就是共產 一定有人支持 往往也是搞這件事 又有人支持 為什麼? 因為他現實生活中 他覺得看不順眼 別人生活過得比自己好 是不是? 所以一看不順眼 他就覺得打土豪好 打婦人好 打科網巨頭好 而他忽略了你今天所享受的事情 其實也是在這種制度之下 同湖敵流 留了多少下來 你手之吶裡面 所以社會主義說得非常理想 一定吸引到別人 21世紀的資本主義那本書也這麼說 批評資本主義是體無原夫 資本主義未必是一個非常好的制度 它會導致社會貧富懸殊 社會兩極化 所以我們需要有政府二次財富分配 然後再有慈善機構三次財富分配 但是前提就是 慈善機構一定要由公民社會監督 而公民社會必須有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思想自由 否則永遠共同富裕 只不過是和控制機構的人共同他們的富裕 OK 最後我愛國者建議 謝霆鋒這些藝人 現在要放棄他們的愛國國籍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積極參加共同富裕 將他們收入的90% 稅後的90%都能夠捐出來 所以以後看到藍絲小粉紅 立刻第一句問他 你參加了共同富裕嗎? 參加完之後一起全家 也非常富貴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我的收費平台Patreon 也會有參考資料 文字摘要、聲音檔、史記課堂 以及哲學短講 我會堅持繼續每個星期至少做一次兩集純學術的題目 那些題目一定是少人看的 比如說昨天我做到逆權選美 其實就是借逆權選美去講到John Rawls的理論 這些是少人看的 但是我覺得是有養分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上星期說了余英時那篇 君尊神秘的文章導讀 很多網友聽完之後都覺得非常有得益 我自己導讀的時期 再讀余教授的文章 我覺得獲益良多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OK 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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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